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慈悲造就 生命之美 优优独播放 作为不丹历史传承要塞的布纳卡 也在不丹丰富的文化和传统下 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尤其对于前程朝圣的佛教徒而言 布纳卡不仅保存着 不丹丰富的文化遗产 更是印证连世预言的 福藏加持圣地 来到圣地 一所收容孤儿的南众佛学院 孔孙 此辈的海淘法师 也为众人开示 密承的修行法要 所以丹丰富大师在各种服装里面不断的交代 一个修行者要施修各种的功德善根 能够召访圣地 就一定会奔赴三个道美业 就是丹丰富大师的正业 丹丰富大师就说过 你到圣地来参访 我们参加大神庄会 如在毒蛇头上保观 你要是失去了虔诚的信心 你马上会被毒蛇要死 但是如果你能端进虔诚 你一定要拿到毒蛇上的保观 你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得到多少的加持 就是你的行业 你的动机 比如说你要把每个地方的观察 都会坦承了极乐世界 不大的所有人 都是丹丰富大师的视线 要有这样子的情境观 那至少相信 那如果不是如此 你所看的不过都是一件灰尘的 众人跟随法师 来到佛塔前前尘绕塔 或转经轮 或以慈悲焉共诗诗 为不单辅葬圣地之行 网结善缘 犹如信众对于连世教法的 前尘信靠 亦步亦趋的当下 连世福藏的深妙奥义自在其中 山蓝尘务中 将将在华像形状的丘陆建立城堡 后来夏宗阿旺朗介来到达布塔塔 发现一座形似卧像的丘陆 于是就在相笔建立城堡 而这座应验预言的城堡 也就是于1657年 修建于不单的 宫和与木和交会处的 普纳卡文宝 普纳卡宗是夏宗仁波切于1637年建造的 包括夏宗当政年代 许多与国外的重要协议也在此签订 又如第一任国王选举及相免 及第三任国王成立的第一届议会 都在此地完成 在不单 明天气阔的天然美景中 高达72%的森林 让丰富的生态环境 与纯净的天然资源 得以复藏于深山俊火之中 远眺胡纳卡的木造工墙下 澄澈的河水映照蓝天丽质 宛如仙河 河岸随处 不见五身巡视的余老者 只见尽美如湿的圆圆活水 与河岸上 惠丽庄严的城堡建筑 岁月如繁华的开路 几个世纪来 工业发展不存在不单如足 但藉由佛法 却让人们的心灵 能量更需丰沛 尽管不单的整体 已从世袭君主制 逐渐走向议会民主制 但最高元首 仍是现任国王 及格媒 心格 望主客 此外 以宗教主导传统的文化特色 也让不单处处充满藏传佛教色彩 像是以藏红色系乌语 搭配白色墙面的宗庙建筑或城堡 金色金纹搭配藏红底色的金轮格 形式与用色 总不脱佛法的意义及规范 又如寺庙门前 又如寺庙门前守门的石石 内墙彩归的佛像帝王 坛城上 诸尊圣向 各个壮严标靶 而 无处不在的巨型佛塔 也如佛眼视众生般 观照六道友情 您视作佛众生 传承自宗教的文化价值与传统 有如伏藏般 香气于不丹自然资源的和谐共融中 为不丹人保有了世外桃源般的人间净土 相邻于普纳卡城堡的山林上 大罗寺是位于普纳卡的女众佛学院 苗苗随风的烟共湘云 却为参访圣地的佛子们导引方向 沿着条条山路 欢迎而上轰隆隆的车身中 隐约传来佛学院引兵的月船长铭 佛学院院长带着几排的哈达起来 为海淘法师恭敬献上 迷师们也列队欢迎 为海淘法师领终的红法团欢喜赢驾 大罗寺女众佛学院的大殿上 水晶吊灯金碧辉煌 七彩层叠的宝盖床帆 调两花洞精致华丽 坛城上 诸尊菩萨法相庄严栩栩如胜 其中 取自圣地燃灯湖的佛藏黑石 也以纯白色的哈达抛腹 入列供奉 在佛法的辱目下 环境中萦绕着清净纯洁的氛围 犹如圣地浮藏的加持 宗教人不由然地 行神庄严 如入圣经 参访中 海淘法师也特别转述大堡法王的期望 来勉励阿尼们传承戒律弘扬佛法 大堡法王有一个决定 就要在菩提开亚传授给藏传的阿尼 比丘尼界 透过我们汉地的比丘尼一组人 去恢复藏传的比丘尼的戒律 我们希望将来不但也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比丘尼的戒律的串承 对于将来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会有姻缘派一两位阿尼 华伦的来这边修行 不过很重要的就是佛教特别金刚秤 不是光不丹的 它是全世界的 所以如果各位这么年轻庄严能够出家 除了藏文 英文 中文也很重要 能够把它学起来 然后呢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愿意有人要教中文 也可以来这边教 然后要把佛教变成世界的 我想对我们累积成佛的功德 除了修法以外 还要很强烈地去接触众生 这样才能够产生很强的悲心 末了 海陶法师更抛砖引玉 先捐出一万美金来护持该学院 弘法团的佛子们也群其相应 以一捐款护持夹杀与各项资用 即法会删款等 包括燃灯功德会护持的白掌烟供法会资用 佛学院院长除了允诺未来 并且举办的消灾及超度法会 将会特别回向之外 也对海陶法师与红法团的护持 表达感谢与祝福 那我在这边也师父祖前承诺 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边就是刚刚师父所开始的 就是我们初十五跟二十五 就是我们每天每个月会举办 阿处比佛以及观音的超度跟消灾的这个法会 那并且我们每天就是大概三点开始 我们也是在这里呢 从今天开始 永久我们都要举办这个宴功的法会 那也住尊贵的师父 享受健康 也能够读来的这个教法 推广全世界 那同样的三宝的弟子 还有各位大德们 也能够可以享受这个健康 也希望能够所有的心想的这个事情 不管是修行上 事业上的阻碍的障碍 都能够可以顺源 或者是消除一些的这个障碍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永久我们都会祝福你们 也会回向给你们 那非常的感谢 那我的部分呢 发表的是到这里 也非常的感谢 参访行程 面对坦承 坐上庄严殊胜的 诸佛菩萨圣像 法师领诵大宇宙 半夜深深 畅如两地 敌尘嚣张 安忍心神 处于群山高岭的大罗寺 主塔是一座尼泊尔形式的设立塔 金色的塔顶上 相传保存着圣者的设立子 这座由不单第四十王后的父亲 于西元2005年时所建造的设立塔 金顶下的名蒙 犹如远眺护卫着整个普纳卡的优美山壳 云光暖风中 众人燃熏烟共服务 广作供养 祈愿烟共妙玉化作香云甘露 遥向远山晴空 随风结缘六道友情 传领无量无边慈悲法师 趁此圣地因缘 众人或转睛绕塔或燃点香灯 西记一念悲心 藉由种种方便上宫下师 乘佛此力广布佛恩 六道寒室同享不惠功德 当日照镜幕 晚云下飞之际 佛子们燃起的千万盏灯 也如佛法的传承般 为众生驱除六道夜暗 点指自性光明 尤如脸是心药所示 无论日间或夜间 都要深入关照你的心 倘若你的心绪中有任何不善 都要从心灵深处 由种地放弃这个不善 而去追求善 大殿上 法师孜孜不倦的教诲 也如静夜雾眠的灯 在苏普夜空中绽放慈灰 在苏普夜空中绽放慈灰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才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又既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藉由慈善公益的参与 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书时、互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传灯无尽 贵物介绍 护持弘法、培育生财、生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音质 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台内名字第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8751-5434 通讯地址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03-989-9319 随喜 www.livetv.org.tw-adate-sustain.htn 宜蘭大杯观音道场 举办孝亲报恩良皇宝燦 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3日星期五 农历七月也是佛门教校月 正是感恩、报恩、广众福田的大好生 欢迎信众参与共修或于法会期间担任义工 藉由修复修会力量、忏悔、发愿透过法会加持 将冤亲债主转为自己的护法和助援 与会大众皆能同瞻法义 祈愿疫情早日平息 大众能如愿参加法会 疫情尚未完全解封 请大家遵守防疫规定 减少群聚 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 随时公告周知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尊圣第十七世大宝法王 噶马巴勿经轻列多结尊者 2021年6月5日起 每周六晚上7点 与脸书首播菩提道登论中文教学 生命电视台将于每星期六晚上7点同步直播 每隔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 Zither Harp 在那深光只是天空中 圆满之灰金乱缩放光 小处一切众生愚昧 鱼子在佛苗也我定义 Omārā Bhattā nā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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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夜里不乱生何道 世难之中就我万熟时 欧欧马拉伯承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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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马拉伯承纳地 菩萨顶位于五台山的塔怀中心 灵旧峰峰顶 海拔约一千八百公尺高 根据满足语的说法 菩萨顶是指文殊菩萨所居住的地方 又名曾荣怨和大文殊寺 世界各地的信众们不辞千里而来 亲自持相祈愿 不论是为了求智慧 还是求名利求姻缘 都是朝山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菩萨顶的建筑绚丽多彩 精笔辉煌 望眼望去 龙氏图腾以及雕龙的碑纹十分醒目 是历代朝拜五台山的行宫 康喜皇帝就来菩萨顶朝拜过五次 菩萨顶山门外的临峰圣禁 文书殿前的五台圣禁都是康喜皇的语书 而乾隆皇帝更来过六次 东禅院的两座司灵碑 上面用汉满蒙葬四种文字 刻写的碑纹 穿行于此 犹如走进时空隧道 怀骨之情悠然而生 佛教徒朝山拜佛最恭敬圆满的巡礼 常以三步以跪拜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忏悔与感恩之心 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 礼佛一拜罪灭沙赫 每一身佛号都在呼唤着自己 和大众的清净自行 每一步履都向菩提之路勇猛迈进 而每一次扶身礼拜 更是放下执着的表法 殿堂的佛像庄严肃母 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文书殿等 信众们借由瞻仰佛像 由如实践观世音菩萨所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恭敬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佛罗尼相貌 即是陀罗尼相貌 并且深挂阴落 有着鲜明的藏传色彩 镜头前这块特别被钢条保护着的丹壁石 常年来被滴成一坑一坑的缝磨状 相传是至水长流永扫以美的说法 更是文殊菩萨显灵的神迹 我们想要学佛有成 是不是也该学习滴水穿石的毅力与精神呢? 正因为佛法需从恭敬心中求 发行草山礼佛更是法源殊胜之事 必定有诸佛菩萨与隆天互法的加持 《华言经》曾说 明受地狱苦但得闻佛名 闻佛名功德尚且不可思议 何况能致行真念虔诚礼拜 但愿我们成佛的慈光夹辟 上通佛心 下通幽明 以利己利之心 供养法界诸佛 增福只会消无始劫罪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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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待 Shirley 我等待你 我等待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